在今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 現在預料應該還是川普 跟拜登之間的對決 我們要請教陳老師 現在大概有七成以上的美國人 覺得拜登真的太老了 但是川普問題又很多 他不僅負債而且官司多 他們這個調查很清楚的看出來 一個太老 一個太危險 那你要怎麼辦呢 所以最近發現有人是說 我還是這樣子好了 我還是嫌那個比較老那個 因為那個太危險了 為什麼講 我跟大家講 這個川普本身 我研究他大概已經十幾年了 他最早的時候 在大西洋城堵存失敗的時候 俄國人邀請他去莫斯科訪問 那時候KGB做了一個調查說 這個人非常適合被他們吸收 為什麼 這個人好女色 這個人好錢 這個人完全沒有道德的標準 所以很適合 從這裡面來講的話 跟大家講一下是說 其實在過去裡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 俄國人在美國共和黨總部 以前美國槍制協會裡面 涉獵甚深 裡面的間諜案子都是有名的案子 都報導過 重點是說他抓了共和黨裡面 核心份子 共和黨好多個派系 其中一個叫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 這個是屬於極右派 然後還有一個傳統派 傳統派目前逐漸退出 包括Liz Cheney Mirani還有這次的Nicky Alley 所以他目前跟四年前相比 他又弱勢一點 目前是在選戰開始 因為他已經確定 我們看四大刑案裡面 這個為什麼民主黨早就調查了 三年多 現在才開始起訴 就是要在選舉前 從三頁 四頁 五頁 一直來 未來幾個月 每一次在聽證會 或者開庭的時候 我就暴露新的證據出來 我就讓你吃不了都走 所以這裡面 喬治亞州的選舉必然 跟國會暴動案都已經起訴了 對 然後這個日期也已經定了 我跟大家講 這個已經有十幾個人被告了 而且裡面有些人已經認罪 國會暴動案裡面 相關人的很多人已經被判有罪 機密文件更簡單 他只要有把機密文件 拿出白宮就算犯罪 你發現民主黨的人認為 大概有八成的人認為 這個傢伙就是已經有犯罪 然後整體來講有五成多 即使是共和黨 或者川普的CTA 也認定他有犯罪的 基本上都有兩成左右 所以基本上 如果他能夠當總統 他覺得我不用坐牢 因為他這個人是獨裁主義者 大家過去想到川普 就覺得他是商人 但沒有想到他是負債 他負債累累 除了這個之外 跟大家講 目前在二 三年之前 他負債十一億 其中有個案子 我們時間有限 簡單講 這個叫做德意志銀行 為什麼 德意志銀行就是幫川普 做洗錢的主要銀行 被還發現有罪 有了這個事情之後 變成是說德意志銀行就快倒掉 德國政府要求說 德國商業銀行去買下來 德國商業銀行一度拒絕 因為他任令川普絕對不會還錢 因此拒絕 後來德國政府保證之後 德國商業銀行才願意接收 這個德意志銀行 所以這個人欠了一屁股的債 但是他絕對沒有想要還 因為他覺得我只要當總統 為什麼要還呢 所以這個人是很特別 他是一個奸商 所以不見得他現在民調高 他就一定在年底就有 一個77歲 一個82歲 對我們來講都一樣 不知道誰要先生病 所以我們未來幾個月 慢慢期待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 重電四雄已經公告了 二月的這個營收 那麼到底重電股 現在要如何操作 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稍後來關心